在行走中观想 在触摸中感悟 在跨越中思考 听世界 战国秦雄诸侯乱战 百家争鸣 礼崩乐坏 风出并坐 众说纷纭 让我们一起进入那个豪气冲天的年代 聆听一个又一个精彩的故事 见证一个又一个热泄的英雄 接下来为您讲讲陈仲子的故事 陈仲子的生平事迹 源于于林子这本书的口传版本 原版嘛 不好意思 已经失传了 第一个故事 为人 这里的为就是害怕的意思 陈仲子很害怕见人 您可能会在想 是不是长得特别丑啊 或是缺鼻子少眼的 不是 话说有一天 他在路上碰到了一个叫冬田的大夫 远远瞧见了 拔腿就要溜 想躲起来 冬田大夫很奇怪 是不是我有什么对不起这位陈先生啊 于是追上去拦住他 问他 怎么 你害怕我这个当官的吗 你这种人这么孤僻离群 谁还愿意和你亲近呢 陈仲子听了没说话 把冬田大夫请到自己的家 关上门 掩上窗 拉上窗帘 才对他说 害人的虫子 往往就藏在宴会上的背盘之间 越是热闹的地方 越是危险 你看我这里很安静 可是跨出我家的门槛 那就是你争我夺的斗争 像冬田大夫你们这种陷于世俗的人 我早就想使你们觉醒了 可您呢 却反过来为我担忧 我可以告诉你 我最怕的 莫过于你们这些当官的人 冬田大夫听了 杖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就问 我们 我们当官的怎么了 我们当官的有什么可怕呀 陈仲子就说 我看你们这些做官的人 一个一个 心高气傲 就像高山大川那样神秘莫测 道貌岸然 就像枷锁一样 禁锢着人们的肢体 你们这些人 看百姓的眼神都不对 就像贪婪的雄鹰 不知道怎样才能满足你们的欲望 还有啊 你们的话 说了不算 算了不说 这山说话 那山听 像你们这样的人 怎么能不让人害怕呢 你别说 陈仲子说这话 还是很有穿透力的 放在几千年以后的今天 也何用呀 可东田大夫听了就不爽了 你这人 怎么说话的 也太偏激了 你呀 你就医神经病 像你这样的神经病 大伙都会害怕你的 陈仲子听了 面不改色 结茬说 你算说对了 不但人们害怕我 我自己也害怕我自己的 自古以来 圣贤之人 从来不暴露自己的 而现如今 喜欢表现自己的人 遍地都是 到街上一抓一大把 我这个人 向来不愿意在众人面前 显摆自己 甚至不愿意用镜子照自己 因为我看到了自己 就是暴露了自己呀 这就是陈仲子的 做人的哲学 不过这样的人生哲学 对与不对 实在是不好评判 公有公的理 婆有婆的理 不好下结论 我只能说 船停在港湾里 确实非常安全 但这不是造船的目的 让声音的空间 人生听世界 陈仲子先生的第二个故事 是遗盖 遗就是遗留的遗 盖就是盖子的盖 不过在古文里 盖有另外一种意思 就是指雨伞 有那么一天 陈仲子在齐国的城门口休息 临走 把自己的雨伞留在那儿了 天马上就要下雨了 有一个人匆匆走过 认出地上这把伞 是属于陈仲子的 心想 咦 这不是老陈的伞吗 怎么落这儿了 哎呀 天要下雨了 不好 老陈要淋雨了 于是捡起这把伞 追上陈仲子 要把伞还给他 陈仲子头也没回 说 我没有伞 你怎么硬说 这伞是我的呢 这个追过来还伞的人 一头雾水 哎 老陈啊 这明明是你的伞啊 哎呀 我看到天要下雨 怕先生您被雨淋了 才专门跑回来送给您的 您看 您这么一说 那不是把我的好心 当成了驴肝肺了吗 陈仲子笑了 说 老兄 是您想错了 你看那些有权有势的帝王 一旦失去王位 也就失去了天下 就像我今天 既然丢了这把伞 就不再拥有它了 难道 这把伞比天下还重要吗 说完 不顾天上下着瓢泼大雨 继续在雨里前行 这个捡伞的 看样子是陈仲子的粉丝 崇拜者 而且还是个二愣子 他不管 又追上去说 老陈啊 你可以说这伞不属于你 但现在天正下着大雨呢 您瞧瞧您 给淋打 要不这样 咱俩 还是共同用这把伞来避避雨吧 陈仲子又说了 齐国的君王 与我是同一家族 我都不占他半点便宜 齐国的清大夫 是我同胞兄弟 我也没有因为贫困 求助于他 今日我遇到的仅仅是雨林 比平贱相比差远了 难道这半把伞的遮雨 能比富贵重要吗 我说这些话 并不是不了解 你对我的一番好意 好吧 请你赶快打伞 走吧 说完 头也不回 消失在雨雾当中 这位追上来的老兄 这一下彻底傻在雨中了 心说 大哥您不是别好秋高吧 嘿呦 我完全被你气爽了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过咱们的话题才刚刚开始 大家最期待的新节目 谢陶有声历史剧 三国道明清 已经正式上线了 用超过四千级的体量 从三国时期的天下三分 一直讲到明清两代 承包未来您十年的历史学习 只需要搜索谢涛 听谢涛 三国道明清 等等等等关键词 或者点击谢涛听世界电台 都能找到 同时我们组建了新节目专辑的 VIP社群 在群里 我会与大家进行互动 各种福利优惠活动 都会最快在群里告知大家的 请扫码进入我们的VIP群吧 入群的二维码就在本期节目的声音简介当中 可以保存二维码 再在微信上扫码入群 这是最快捷的方法 当然也可以通过手动添加文史小助手 添加时请备注加入VIP群 微信号码是文史这两个字的全篇 W-E-N-S-H-I 后面再加303 加了以后 他会拉您入群的 不过你懂的 加的人太多了 所以请务必耐心等待一下 那已经有很多的朋友 在群里等着你了 要不咱们约一下 在群里等着你了 在群里等着你了 在群里等着你了